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请你们来的时候呢 带来给我好吗 爷爷上 拆开后 里面是组装飞机的零件 还有一封爷爷写的信 信上面说明到爷爷家的路线 首先先把早餐吃完 接下来就开始组装 涂油漆 装引擎 然后喷上名字 一直工作到星期六的深夜 才把飞机完全的组装好 牙刷 掏耳勺 还有爷爷的书 所有的东西都带齐了 接下来要准备出发咯 溜滑梯 沙坑 再见 过几天我们就回来咯 爷爷在信上写着 首先会看到洋葱山脉 经过山脉的时候 一定要先戴上护目镜 否则眼泪会流个不停 接下来会看到一座苹果山 苹果山有一个大洞 里面全部都是虫 千万别飞进去啊 太可怕了 下次要小心一点 然后会看到南瓜火山 南瓜火山 虽然每五十年才爆发一次 但是今年刚好是第五十年 所以要特别小心 张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来到辽阔的大海上空了 上面漂浮着一座小岛 让包姆想起 爷爷信上好像有写着 大海里面有大海蛇 一定要小心 快十二点了 准备吃热狗便当吧 吃热狗 当然要多加点番茄酱才够味啊 我们继续往前飞 没过多久 就会看到一个岩石隧道 爷爷在信上说 只要过了这个岩石隧道 就快到了哦 隧道很窄 可是越窄越能够展现包姆的驾驶技术 包姆说 看我的 啊 天哪里面全部都是西血蝙蝠 赶快撒一些红色的番茄酱 免得蝙蝠来吸我们的血 咻咻咻咻咻咻 仔细一看 原来爷爷在后面还继续写着 隧道里面有很多西血蝙蝠 千万别进去啊 爷爷你怎么不早说啊 正当我们清理飞机上的番茄酱时 好像有什么东西飘过来了 嗯 这莫非是 果然 那是爷爷家烟囱冒出来的烟 终于平安抵达了 哇 爷爷生日快乐 那天晚上 爷爷讲了他最喜欢的那本书给我们听 书名就叫 奇怪的飞机爷爷 故事光门 没错这本书是我跟靖宝在无数个夜晚睡觉前一定要读的一本书 推荐给大家 然后呢除了看故事内容之外 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看整个绘本的图画的内容 因为里面真的充满了小小惊喜 除了包姆和凯罗的天公之旅 岛天尤家有一系列的包姆和凯罗 推荐给大家一定要看哦 真的很好看 我自己是爱不释手 男人 我自己是爱不采用的 用于打开 我自己是爱的 在那里面 我自己是爱不采用的 只要我不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